我們上次知道國二是那個 他們上次說明這個題目是錯的 那我今天站在國二的角度 他要證明如果這12345 這五段都等長的話 拿著A1跟AF等長 我們請那個張宜誠往上來主講 他這個因為AB等於BC長 所以角BAC會等於角ACB 所以這邊這個角就會是180度-2X 而角珠BC就會是180度-2X 而角珠BC就會是180度-2X 所以這個角就會是2X 像國一道遠近 所以這邊也會3X 然後這邊會3X 這邊會4X 然後我現在要證明的是角AF會等於A1 如果這樣的話角度EF 應該要等於X 然後我現在的假想是說 等加三小型有個性 就是當它這樣子分割 分割出很多個等加二的時候 它分割出幾個三小型 比如說這裡是4個 那它的內角就會是2N加1 比如說這裡是4個三小型 那它就會是4X 2N加1是9 這會是頂角出於184度的倍數 比如說在這裡 這個上面的頂角其實是20度 而20X9就會等於180 所以這裡是F 如果這裡成立 這就是剪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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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反過來想 像這邊它有4個三角形 那我們它就像剛剛說的 頂角是20度 是2X的話 那如果我們畫一個平行四邊形 它如果只有2個的話 那是不是上面就是36 下面是72 但是我們假設下面差掉 只剩下這邊的話 它還是2個 但是它頂角只有20 但是它也符合題目所要寫的東西 所以表示那個頂角X 不一定是20 它應該是36 所以答案是錯誤的 答案應該是 但是如果就裡面有4個翻證型來說的話 應該是180除以2N加1 2N加大1四就是答案 好 我們現在就把它錄製下來 我們把它當作完證 之前這次變成我們錄製的第三個 那同學如果想知道這所有原文的話 到時候上數學網站裡面 我們第一個有那個威仲 第一個他用這個性子去說 然後再來有人提出疑問那本是錯的 然後今天有人認為一個是對的 那本是錯的 所以再來的話我們繼續探討下去 下次的上課 下次錄影的時候 我們應該是在下 應該是在下禮拜一 那同學把這些問題拿回去 你現在應該分不清楚他們講的事情對跟錯 所以從我們錄製的過程當中 再來看一下他們講的每一句話 是否正確 OK